金牛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二宫,作为土象星座的一员,守护星为金星,是个很保守的星座,喜欢稳定,不愿变动,是个很典型的现实主义者。 金牛座的人,往往都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,有着顽强的毅力,思想和情感方面变动得比较很慢。 所以金牛座在别人的眼里,往往都是老实忠厚的形象,而金牛座单单只是老实吗? 今天就带着大家,重新认识一下金牛,这个是你的星座吧? 越奇怪,金牛座,是个擅长隐藏内心的星座,他们习惯性的把自己的内心隐藏得很深,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能清楚的的知道,到底爱不爱一个人。 金牛座的人在感情上,太喜欢自己骗自己了,他们会习惯性的欺骗自己,隐瞒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 他们往往是在,自己骗自己根本不喜欢一个人之后,却发现那段情感,确实一直是埋在内心里的一部分,已经成为了生命中成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。 而同时,金牛座总是把那些对自己不重要的感情渲染扯思心裂肺的爱,而真正的爱却是埋在心底,不让任何人有机会触摸,真是个奇怪的星座呢。 二,深情,牛座的深,是金牛座的重要特定之一,但金牛座爱上一个人,那时候他对一个人的好,是由内而爱的。 虽然金牛座很慢热,但是金牛座只要热起来了,可能这辈子都凉不下去。 金牛座属于土象星座,所以金牛座具有的土象星座的长情和深情,虽然,他们的情感变化很慢,爱得很滑。 但是金牛座,是一旦,上会就永远不会出轨的星座。 金牛座的深情在十二星座里,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。 这样一个深情的金牛座,有谁能说不爱呢? 三,耐心。 金牛座是十二星座里,最有耐心的一个星座。 金牛座,金牛有的是时间和热情,来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人。 金牛会考虑你,会征求你的意见,他们会和你商量所有的事情。 他们不会就不会不管不顾的不听你的意见,一意孤行。 但是,金牛座也是一个会很容易钻牛角的一个星座。 作为金牛座的朋友,在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做,只要肯陪伴在他左右就可以了。 他们会恨爱那个,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人的。 四,很会照顾人。 金牛座是个很会照顾人的星座,一旦你身边有一个,喜欢你或者欣赏你的金牛座,那就做等金牛座的小伙伴们带给你的温暖和快快乐吧。 金牛座真的很喜欢爱他事情,同时也很会处理事情。 所以身边有金牛座的小伙伴,就把那些你觉得繁杂的事情告诉他吧。 金牛座的小伙伴会很乐意,帮你抬油艰难的呢? 我不爱表达,金牛座是个不爱表达的星座。 金牛座往往给别人的印象就是慢慢的,虽然给别人的感觉是这样,但是金牛座的心里的每件事情都是门青。 他知道谁对自己好,也清楚自己要自己怎么做,即使他们不善表达,但是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心里有数的。 所以,他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值得被期待的。 金牛座不爱做成作,但是心里面已经发了无数次的誓言,想要给你想要的生活。 以上,就是带大家认识,金牛座的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如果各位小可爱们喜欢的文章,请评论。 这次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,大力某某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同时, monde时